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来看的是一个眉睫的显卡 这显卡看外观很埋态 里面全是灰 我的妈呀 里面连蜘蛛网都有 这个说是卡组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突然电里跳闸了 然后显卡就歇逼了 但是我测了一下 也没看到哪里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既然没测到明显的短路 先上机来看看 显卡是可以正常上电的风扇都撞了起来 但是主板已经跑了亮机代码 屏幕却没有被点亮 简而言之就是熟悉的blown卡了 跳闸导致显卡损坏 哎呀 也是很倒霉了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显卡导致的跳闸呢 先把它拆开来看看吧 应该是里面电路有问题了 我的妈哎 这个显卡的程式可以用的算是很糟糕来形容了 这个显卡里面有一点灰尘啊 这个使用的环境看来也很埋炭 这灰都可以刮下来一层了 还是老规矩 修之前先来打一遍各个供电的对立组织 1.8V没有短路 没有重蹈覆辙 测了一遍 基本上几个相关的供电组织全部都是正常的 那我把它显卡清理了一下 灰尘全部都扫干净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 也没看到哪里有明显烧焦的痕迹啊 芯片也很完整 那先罗板接上店员查一下供电吧 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 通电之后核心是冰冰凉的 一点温度都没有 12V呢 进来了 12V有的 1.8V没有 ok 1.8V没有 1.8V没有的话 后面的几个供电肯定全部都是没有的 5V是正常的 5V有 1.8V没有 按照供电顺序呢 应该就是1.8V的电路有问题了 看图纸呢 1.8V的开启信号 这个点 也是没有电压 1.8V没有开启信号 那这个电路也太熟悉了 20系列的1.8V基本上都是这个芯片的 它的开启信号呢 是来自于这一颗功耗检测芯片 它会检测各项12V的指标是否正常 正常之后 它会发出信号去开启1.8V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条件吧 它的1.8V开启信号呢 是没有发出的 那这个芯片本身也有它的供电 3.3V是正常的 还有12V的检测电压 12V也是有进来的 分压也是ok的 条件基本上都正常 先换一个再说 搞得不好就是这个芯片被冲掉了 刚好我这边有一个ROG的料板 上面也是用这个芯片 拿来吧你 20系列的卡 基本上功耗检测都是用这个芯片的 它坏的也比较多 一般损坏了就会导致这种没有1.8V 或者是功耗检测不准 直接把这边的这个芯片换过来 换完芯片之后 拿个风扇吹一下 给板子降降温 再来看看 下面就是见存奇迹的时刻 ok 1.8V 顺利产生 1.8V 出来之后 剩下的几个供电肯定都相约而出了 核心供电有了 显存供电也没问题 整机装上 上机成功点亮 可以开机了 那自然口机什么的都不在画像 肯定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的运气就比较好了 跳杂只是烧了一个小供电芯片 它不像前面那几个全军覆没